你好 欢迎收看TNews 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苗栗县南横公路140县道 因为石虎保护的议题 在三亿道卓兰路段是进行区间测速 引发了民怨 而经过相关单位多次会刊 结果是达成了高架路段 无石虎穿越一律的共识 那我们苗栗县政府一间韩文卓兰政公所 就义李大桥至奉田宫的路段 这区间测速的设备将会暂停执法 苗140县道区间测速引发民怨 高架无石虎穿越之余的路段 却以保护石虎之民 而进行长达6公里多的区间测速 执法初期4个月就开出了4500多张罚单 立即引爆民众怒火 陈情拆除调整 经过卓兰政地方各界 县议员与苗栗县警察局等多方会刊讨论结果 苗栗县政府6月28号韩文卓兰政公所 确定从旧义李大桥到奉田宫路段 区间测速设备暂停执法 这项区间测速调整 原则上依据今年2月份会刊决议 高架路段占不执法 但中途在矮山段会增设一支定点测速照相设施 原则上前后仍维持两段区间测速的区段 速线仍是60公里 他现在第2段平面的1公里左右 他还在弄第2子的那个杆子 车速的杆子 现在他弄完毕以后 他以后就会再公布 是哪一段有没有期限测速 哪一段是测调的 高架角部分6点多7公里 他一到奉田宫就没有期限测速了 训音名义苗140县道高架路段 渴望取消区段测速 消息传来 卓然地方居民耳手称请 也呼吁相关单位设置相关设施 应该多慎重考量